1981年是美国选举史上 非常特殊的一年 当时担任总统的吉米卡特 成为20世纪以来 第一位无法连任成功的 民选总统 当年的大选 卡特连自己的家乡 乔治亚州都输得一塌糊涂 而总统大卫最终由 共和港的雷根拿下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卡特之所以会吐失大卫 除了选择和多年的盟友 中华民国断交 巴拿马运河主权归还以外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伊朗人质事件 相信观众朋友们 对好莱坞的电影 雅果出任务应该都不陌生 剧情是以伊朗人质事件 为这个雏形 要描述当地的人民 因为崩满美国总统卡特 批准伊朗国王巴列维 妇女就医 大量的革命军 开始勾及美国 驻德黑兰的大使馆 来挟持使馆的职员 将他们软禁 长达了400多天 卡特在2015年曾经表示 他在美国总统任内 他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成功的解救 52名被扣留在伊朗的美国人职 愤怒 呐喊 激昂的情绪 瞬间沸腾到了点点 平常干燥的伊朗 这一天却下着小雨 湿冷的天 却骄不息群众怒火 这拳号称的伊朗革命者 不管男女老幼走上街头 围在首都德黑兰 美国大使馆前 不管不顾地 烧起友邦 美国的国旗 大使馆的美国特种部队 更直接在大使馆上登顶插旗 全面攻占 1979年11月4号 这一天全球人们 无一不关注着电视机里的恐怖画面 堪争世界霸主的美国 竟遭到中东国家伊朗群众公开挑战 他们只闯大使馆内 将90名使馆人员中 包含大使一共俘虏66人 其中三人更是在伊朗外交部 直接被俘 如果美国不回答我们的需求 我们将来永远离搜索 我们将来永远离搜索 如果美国决定要做什么 要离搜索 你必须确定他们一定会被杀 义正言辞地用流利英文 透过媒体公开喊话 这群走上伊朗街头的群众 并非无知的狂独萧小 他们几乎都是顶尖大使的高知识分子 之所以慎闯道德边缘 用极端的手段为达目的 一切主因和美国总统卡特的这个决定 有很大关系 伊朗的人质危机 应该说有远远跟近远 那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英国 美国最后是CIA中央情报局 跟英国在1950年代 协助后来的巴勒国王复卫 把当时的伊朗的社会主义政府给拉下来 不但拉下来 还把当时伊朗的总理 好像透过某种政变的方式 把它处理掉 所以伊朗人就对美国和英国非常不满 就说你看推翻我们的政府 就是把我们政府给做掉 然后他王室复辟 巴勒维国王身为拥有2500年历史的波斯帝国传人 22岁登基继位来 始终都想靠着天然资源石油 带领伊朗重回强盛的波斯荣景 只是碍于国家经济财力与技术 因而得引进万元 从小前往英美留学的巴勒维国王 开始当起西风列强的小李巴雀 他等于是美国大哥 然后巴勒维国王就像老弟一样 所以美国当时是在波斯兰地区的安全 主要是靠什么 巴勒维国王在帮他忙 好像是我们在那边的警长一样 帮我们保护安全 伊朗的知识分子非常多为美国 那么王室给伊朗人民的印象 那个时候是腐化的 就是把国家很多的资源 特别是食物 天然气 好像就是便宜的价格 那么让这个西方国家的大学公司 特别是美国和英国 在那边赚了很多很多的利益 对于美国大哥的各种建议 巴勒维国王照单全收 同时他也吸取西方开化民风 让伊朗有别于其他保守的伊斯兰国家 比如说哪女生可以进同样大学读书 女生不要蒙面 女生也不要戴头纱 也不要穿那个什么 这个头巾那个穿黑袍 都不需要 那男生呢 那个也不一定要留胡子 你穿那个留仔裤什么都可以 女生可以工作 女生也可以什么 跟男生一样 基本上什么 这都男女完全平等 然后这个没有这些宗教 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限制 要说巴勒维国王的建树 或许至今看来 他只是走在尖端 看得更远 但对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 甚至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而言 他简直是胡作非为 邪恶狂徒巴勒维 被保守派势力当作眼中钉 肉中刺 导火线是在1979年的时候 1979年当然就是关键就是 巴勒国王跟这个后来的这个伊朗 什么革命领袖 这个科美尼的关系嘛 因为科美尼就认为王室是美国走狗 把那个这个科美尼啊 从伊朗赶到这个伊拉克去 后来一不说欧拉不修啊 又又要求后来总统海山了 把他又赶走耶 到最后赶到那边 赶到法国去耶 所以这个科美尼对两个人非常的火大 1977年底科美尼打着反对国王 反对美帝 号召群众在伊朗各地爆发多次抗议示威 起初巴勒维国王想靠着针井镇压 但都被美国大使和总统卡特挡了下来 一开始其实人数很少 大集中为主就没多少人 所以这个巴勒维国王很听美国的建议 当时美国注意让大使随时跟这个国王可以打电话的 所以一开始是不是没多少人 那么这个大使他就很关心 然后问国王说你们怎么样啊 国王说这些人很过分啊 吃饱全钱没事干 是不是要采取什么行动 那美国大使说不要不要 国王不要不要 这个很正常 各方势力集结在一起 所以由十一派为主的宗教团体 那就是科美尼为主 就是主导嘛 多少万人对不对 另外就是知识分子 特别是大学生 很有理想主义的 你知道吗 也很爱国的 那就是这些什么工商团体 也就会说你看看 很多好处都被美国大公司拿走了 你看我们喝到一点什么东西 然而美国总统卡特万万没想到的是 科美尼信徒与抗议群众如细胞繁殖 人数越发扩张 大道国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口号 充斥着德黑兰大姐小巷 失控局面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国王只能连夜举家逃到国外 到后来什么三七八雷亚夺本楼桃啊 他什么都没带哦 军中穿睡一睡跑就跑掉了 卡特什么 应该是关键人物了 还有美国大使过来 美国大使 破坏通信设备 更把敏感的文件档案尽数销毁 担心引起更大的国际纷争 石管管员只能任其宰割 这让远在11600公里外 坐镇白宫的卡特如热锅马蚁 国务院CIA天天挑灯夜战 人手一只电话随时掌握人质情况 更试图用各种方式和伊朗反叛军周旋 第一个是美国外交官 然后当中有几个人质甚至是受伤的 所以美国还因为这样在美国国内 有这个所谓的Live Show 当时他们因为每天都要去追踪人质的安全 伊朗的要求 除了要求美方归还伊朗被冻结高达80亿美元的资产 定制并付款完成的四艘巡防舰也得尽速交货 甚至不得不对伊朗提出赔偿与军事干预 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遣返流亡美国的国王巴勒维 但卡特怎么可能答应如此要求呢 眼看时间一天天地过 但卡特始终无法和伊朗方面达成协议 情急之下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 这才替主子想了套营救计划 只是这套计划真的能把人救出来吗